一個61歲的孝順仔為救91歲的媽媽 奮不顧身回到火牆 內涵怒火無情 兩母子雙雙身亡 遺體在星期三凌晨二送停時間 孝順仔的遺傷經聞兩位至親日離世 傷心欲絕,親友在旁邊安慰 這場無情火在星期二深夜大約11時半發生 有觀眾拍到烈焰和濃煙衝出單位的一刻 不斷有火蝕跌下來 起火單位位於旺角微東道760號東海大廈12樓 一部冷氣機被燒到甩脫、跌落街 消防捷捕到場 出動兩隊煙舞隊和一條喉 駕起雲梯罐駕 又動員11部消防車和5部救護車戒備 接近100個住客落樓疏散到附近站備 其中10人是由消防帶到安全位置 有住客麻煩到公園裏做燈 有住客連鞋都穿不及就赤腳趕下樓 火警大約在半小時後救息 大廈在星期三凌晨1時20分解封 住客陸續回家 但有一對母子 在12樓的起火單位裏面 被發現不省人士送捲搶救 在一個邵市單位 在12樓一個住宅單位 面積大約是7米乘10米 也都是在裏面 我們找到有兩個不省人士 起火的地方就是在其中一間房間裏面 而這間房間在現場來看 應該是放了大量的雜物在裏面 但兩母子在醫院搶救後仍然反雲罰術 火警中有一個消防隊目在舊火期間煽親 手腕受傷送軟自離 有消息指住在13樓的兒子 原本已經和家人走到大廈地下大堂 但當知道起火單位正正是媽媽的住所 又四處都不見媽媽 於是毅然回到火場找媽媽 看到隔壁出市單位的兒子走到大廈地下大堂 一拉開就馬上出汗 然後走廊都走出來 然後一部份就不停進入我們家 然後你看到他當時開門之後怎樣 他說他走到我們單位 因為我們的電筒 他說要救他媽媽 然後我們就用電筒 不過我就叫他給他 然後他自己就進去單位 即是他都沒有拿到電筒馬上衝進去 即是看情況都很緊急 對 因為整個單位已經黑了 外面都看不到任何人 消防初步調查之後 認為事件沒有可疑 但仍然會成立火警調查小組 調查兩人的死因和起火原因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